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中都发局发含线14天内拆除 严宽恒主动出击喊差 按照都发局给出的资料来看 除了主体结构201平方公尺外 两侧增进的280平方公尺 190平方公尺 以及另一块30平方公尺的建物 共约152平通通得拆除 也就是说诺大的招待所将失去整片围墙 但究竟何时动工 他们都就位之后就会进行拆除 按照法律规范 单据离不开法律规范 没给出明确时间 直到发言人在旁温行提示 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规范 联络工班 一切准备好 就进行拆除 民粹周遇寇加码在脸书爆料 严家镇上乐园 违建招待所所在地 什么时候公保地变成台中市府核发的跨区土地重划整体开发 摇身成为经济母发财保留地 要严宽恒出面说清楚 立伟林楚音则提到 身为6000多瓶土地的主人严宽恒 竟然高喊伸张土地正义 令人不敢置信 执疑言宽恒是让自己土地麻雀变凤凰 土地增值 借机大赚一笔 三天新闻刘汉伟林伟志陈一杰 SG小组台中报道